跟川普总统发表演讲的内容 基本一致 没有我之前已经预计到了 川普总统会讲什么东西 是的 我在刚刚节目之前 我不是头发报道了一下吗 我认为川普总统 他要引用的法律 是要表现一种比较强硬的姿态 另外是 徐徽川普总统 受到了很大的极大的政治压力 否则的话 他对种族问题的看法 和处理的手法 从80年代开始 我们就可以追征 他的这个思维的增绩 徐律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川普总统似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 没有 他的立场是一贯的 好的 我们看到有37号网友在举手 37号网友您请讲 我其实之前还想讲一下 那个黑人犯罪利用 给大家先讲一下川普这个演讲吧 就是我觉得确实挺强硬的 然后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 但是和平先生好像说 那个会动用军队或者是动用国民警卫队 其实国民警卫队是军队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很难想象川普会直接动用 比如说美国陆军啊这种 还是应该是国民警卫队 因为国民警卫队 不对不对错了 错了错了 国民警卫队州长就有权利去 去授予这个权利 但是呢州长没有权利动应这个正规军 川普总统是给这个五角大楼下的命令 和平先生我查过了就国民警卫队呢 他是首先他说的是国民警卫队或者military 但是国民警卫队是military的一部分 然后呢国民警卫队是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共同指挥的 就是说要看具体的情况 这个我都刚才就那么一会儿我都查验过 我觉得川普总统讲的意思不是您讲的意思 川普总统讲的国民警卫队他不需要那么强队 我觉得川普总统是要动应这个国防部的这个正规的军事实力 那我们看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走到那一步了 但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川普总统 他我觉得他比较强硬 就是说他这种口气上就是啊 我要派遣数以千计数以千计的部队 然后dominant那个街道啊怎么样怎么样 确实都是很强硬的 然后最最有趣的一点 我注意到是他在演讲当中说 我们要保护美国人包括你们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权利 也就是持枪的权利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只能有两种解读吧 一种就是提醒你们你们也有枪 你们可以自己干 当然这个解读比较恶意 还有一种解读就是说我派出军队 或者是派出国民警卫队的同时 不会影响到你们持枪 因为美国人总是会担心就是你 你联邦派点部队过来 然后影响到我们持枪的权利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读 就是我听了这一点我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这我觉得像他这种稿子肯定不是 肯定是写好的 我就我觉得很奇怪 他前面说的就是说 我们会派出这个部队来维持治安啊 然后取缔那些打砸抢啊 然后保护美国人啊 包括你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权利 我就不明白在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宪法第二修正案 我我觉得有可能我会恶意的理解一下的话 就是他想提醒很多美国人 你们也是有枪的 你们可以自己保护自己 然后我就说这么一点吧 然后我稍微回应一下前面 在川普这个演讲之前 有几位朋友说到就是 在美国黑人的犯罪率 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 马居先生 没关系可以的 我稍微回应一下 就是说黑人犯罪率是否比其他族裔高吧 我这里看了几个数据 也是一个fact check的一个网站上 然后他就是说 按照司法部的统计数据 从1980年到2008年 然后但是黑人现在 占美国人口的总体是10%出头点 就13%左右 然后他的homicide的这种犯罪 而且这个应该是定了罪的 就是说是黑人占了52.5% 就是占13%人口的黑人 就是被定罪的当中 就是占了杀人案件的52.5% 然后白人是45.3 然后这个跟FBI最近的一个数据 因为这个数据有点老了 是1980年到2008年 你说黑人占美国的13%的人口吗 对 你看错了吗 没有 这个肯定是对的 黑人没有你想象那么多 黑人就占美国10%的人口 然后是他在那个叫什么 最近的一个数据 是比较近的数据 是FBI的一个数据 但FBI有可能他主要处理的是联邦级的 就不是州一级的犯罪 那么在FBI的数据2013年来说 黑人是38%的谋杀犯 然后相比白人是31.1% 为什么这两个数据都低了呢 但是仍然符合前面那个就是黑人比白人多 就是总体的数据都比白人多 就是38%对31% 是因为他FBI当中有一部分的 有接近30% 29.1%的谋杀案是种族不明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个 但是他的总体的pattern 还是黑人会比白人总体的数据会高 然后就是说在 如果我们不说谋杀案 就是说violent crime 但是violent crime它是逮捕率 它不是定罪率 是黑人是在2011年到2013年 FBI的数据是占了38.5% 然后他的violent crime包括了谋杀 然后是误杀 加上强奸抢劫和严重的攻击罪 aggravated assault 所以说我从这些数据来看的话 虽然它里面会牵涉到司法不公的问题 因为你定罪 黑人确实更容易定罪 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个现象 而且黑人更容易被拘捕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一个现象 但是这个比例上来说 就是明显黑人的犯罪率还是更高的 是 好的 谢谢 那么其他的网友要发言吗 好像新的事件报告好像已经出来了 那么具体的内容我还没有看到 另外就是 他要动用的这个军队是装备比较精良的正规军 有可能是 我还没有看到更强烈的这个资料 很严重 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网速啊 你是用的是WiFi还是用的手机的网速 好像有点延迟 嗯 好是吧 刚刚讲过也是这样吗 OK OK 现在好好一点了 现在好很多 OK 有请我们的吕欣宇先生 吕欣宇先生您请 马居好 大家好 因为今年也确实是多事之秋啊 那个 我刚才也看了这个川普的这讲话啊 但是我觉得呢 OK OK 我就是讲了一下 就是 最新的报告出来 是不知道是不是确定的啊 就是独立尸检发现这个 弗里德的死亡是 颈部和背部受压到 脑部 血液 不流程 导致的 致行性死亡 啊 这就算是 好像有两个事件报告 我看到的结果是两个事件报告 现在这个事件报告 它有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说家人如果发现有问题 他们往往会请到一些专业的人士 来这个 对他们尸体进行检查 你比如说去年死亡的 有一个人叫艾布斯坦 你知道吗 在这个联邦的纽约的 这个臭名昭剧的 纽约的 联邦的这么一个监狱啊 这个的这个监狱是臭名昭剧啊 臭名昭剧就是 那些管理人员脑子都不清楚啊 居然所有啊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全部发生了 让艾布斯坦这样一个 全世界最受关注的一个囚犯 就这么莫名其妙死掉了 人家做出来的尸体报告 是自杀的 但是后来 艾布斯坦的弟弟 艾布斯坦的弟弟 去请了一个啊 非常资深的这么一个解剖专家 来进行进行这个这个重新实检 结果发现了啊 他不太可能像那样一种自杀 这个不是一般简单的推论 而是这个这个专业的实检报告 所以对这个啊 弗里德的这个实检报告有谁来做啊 最后面法庭采用 哪一个实检报告也是很关键的啊 也是很关键的 美国当然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司法非常了不起的国家 但是美国的司法存在的问题 比大家想象的严重很多 嗯 好 谢谢 星哥举了半天手了 不过他没办法举手 OK 你请 请讲 星哥 那个我看到 方舟子的一个推特 他是把那个 弗里德家属 他们请的两名验尸专家的 验尸报告 这个发了出来 这个验尸报告上写的是 死于警察压迫导致的窒息 不仅是压迫紧固导致 而且是另外两名警察压迫背部 导致血液没法进入大脑 和空气没法进入肺部 死亡 那就是有三个谋杀犯了 就是说另外两名 这个警察也可能被追究 嗯 好 对 这个美国的国家 顾问这个奥布莱恩 就是他已经讲了 他很难想象其他的警察 不会被追索 这种追究 这样是完全可能的 只是看怎么去确定 是谋杀罪 还是意外 还是其他什么因素 那么这个案件 在这样一种关注之下 那么各方都是要使用 自己最有利的 这个证据来展示 但是加速的这个 这个证据 能不能采用 还是需要为了法庭的决定 因为加速 往往他所请的这个 这个尸警报告 虽然是这个 也是专业的 但是呢 他毕竟 他不是一个独立的 这个尸警报告 所以我们对这些 对这些内容 还是有一份谨慎 无论是来自于这个联邦 或者是当地的这个 这个尸警的这个专家 法医专家 官方的 还是来自民间的 我们还是要比较小心的 看着这些尸警报告 在我看起来 有时候 未来为这个尸警报告 法庭还要经过 反复的不义 才能最后面得到认定 好的 谢谢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都在举手 OK 我们请高先生 不好意思 我就最后说一句 因为我马上要离开了 我有自己的事情 然后这个其实特朗普的发言 其实也就验证了我说的 很多人都喜欢看到 他们心中所想的公平正义 但实际上司法和这个社会的司法 这个社会的司法 它不是为了去维护 每个人心中的公平正义 它是为 它是最大化的 去寻求一个公约数 就是秩序 所以美国司法 我们自己在法学院有时候会聊 美国的司法是什么 就是能让一百万美金收入的那些人群 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公平和正义 这个你实在是不应该讲这种话 这个这种话是你垂放对美国法治的 最基本的了解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美国 那么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讨论问题 但是你不能 对我知道 我只是说一个笑话 我只是说一个笑话 美国的学校里都会 joking about the policy joking about the policy 你不要把这个笑话这种东西 当成我们一个泥缩的问题来讨论 你可以 我不是把这个当做 我只是说很多人希望去追求 所谓的那些公平和正义 但更多司法的形成 司法的 司法在这个国家的建立 在每个社会当中 它是为了维护一个秩序 这是它的最大公约数 我是这样的 在中国就不是这样 在美国就不是这样 你不能抽象的话 两个字形容成一个结果 不是这样 有本质上的不同 不具有任何的讨论的价值 OK 接下来我们有请 还有何平先生 我们今天还有其他的六度头条的 其他的几个节目要做呢 你们赶紧走吧 抱歉抱歉 我刚才跟这个网友逮立起来了 没关系 这是今天我们新来的一位网友 今天他发表了很多 他的一些在法律方面 一些观点和看法 这一次的整个事件 他都有他比较独到的一些看法 我们刚才已经切磋了一个多小时 接近两个小时了 这个人一看他就非常的聪明 他也有很多的抽象思维 但是他的基本的利润 是不具有讨论价值的 如果这样讨论的话 就是无需无止讨论下去了 法律没有结果 好的 有请吕欣宇先生 你请 谢谢麻剧 大家好 然后我觉得这个 今年确实是非常不平防的一年 也是一个是跌宕起伏的这一年 我刚刚也听了川普的讲话 川普可能即将动用国民警卫队 这个意味着军队 也可能会上场 然后我就想了 这个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 我们都还是客观去判断和分析 就像美国也会说 中国是幕后的后面的推手 但我不这样认为 然后就像中国的有些问题的时候 立马就想到美国是背后的推手 我觉得我也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呢 在今年 就是确实是全世界 都面临了这个病毒 这个共同的敌人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共同的敌人 引起了一系列的事情 就像多米洛古牌一样的 就比如说 像假设美国没有 这个三千万人的失业 可能这个暴动也不会发生 然后呢 但我们假设美国能够迅速的 把这个病毒平息下来了 那像这个 我相信这个暴动也不会发生 那个黑人的事情 因为事情呢 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说明就有它的原因 所以我也经常在反思 就是就像中国 像中国没有给老百姓发钱 美国是每个人都发钱 而且美国呢 也是确实是 它的技术啊 科技啊 也非常发达 但是为什么美国还发生了 这种事情呢 我觉得美国也需要反思 当然像我们中国也是要需要反思 像我们中国也是面临着 很多很多一些的问题 但是中国有很多 也很多 特别是因为毕竟是 一个国家 就像美国 从1776年到达70年的时候 美国上当时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包括1861年的 这个南北战争 像中国呢 我觉得也是 正好也是70年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中国的话 中国的话 今后要怎样走 中国能够怎样 但是不可能这样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就假设我们 就像我打个比方说 或者是说 上海浦东吧 因为以前在20多年前 或30年前的时候 浦东是一片 几乎是一片这个荒地 这时候去浦东的话 是非常的简单的 种种不变 但我们今天去浦东的话 哇 浦东非常的方便 从地铁啊 机场啊 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我感觉 可能现在感觉 浦东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您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比较 是基于美国和中国的吗 不 我也基于 因为据象 这个就因为美国建国 正好现在已经200多年了 所以它很多东西是成熟的 确实非常成熟 有成熟的一面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 像这个中国呢 也有 假设是它建国70年的话 它确实是 也有它的这个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感觉 这两国家都是非常有前途的 而且未来 也是影响全球的一个国家 我们能不能说一点 具体的事情 不要在这种 我就是说 我就引起在思考 好 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 谢谢 抱歉 抱歉 这个我必须要回应一下 我觉得真的比较是 不是说这个两个国家 有不同的问题 两个国家都值得反思 我说不需要反思 直接密着思考就可以了 中国是一个 没有任何理论的自由的地方 中国是一个 没有任何可以上街游行的地方 怎么会有任何比较性呢 没有比较性 不是两个国家各有所长 不是这样的 是一个是不是文明国家 一个是不是野蛮国家 如果你把某一些成就进行比较的话 那你完全可以把德国和美国现在比起来 你也可以把某一个皇朝跟现在比较起来 那就没有意义了 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讲的那样 就是说法制式的解决了什么问题 他抽象了 他抽象了 对吧 我不觉得我们的讨论应该有一些讨论的利润的基础 我觉得刚才李先生做的这些比喻都是非常非常的没有意义的比较 因为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个政体 不具有比较性 不具有比较性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这个独立的 在这样一个专制的独裁体制之下的问题 美国的问题是在民主和法制体制下的问题 在美国我们站在这个会议室这个地方 站在我的办公室的地方 我可以批评川普总统 我可以讲美国的问题 李先生你可以在中国批评这个习近平先生的问题吗 你只能在海外我们的自由论坛上面发表你的讲话 对不对 而且你还讲中国也有一些什么反思的地方 我觉得不是反思的问题 就是你奋斗着我们直接面对问题讨论就好了 好的 谢谢何先生 OK 连平女士您请 好的好的 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谈谈 我今天听了这个川普总统讲话的一点感受 的确他今天的演讲我觉得是挺严肃的 而且语气也比较严厉 当时我就在想 我说这个就突然之间我就想到了那个默克尔 他在这次疫情之前跟他全国人民的讲话 我就想这就可能我就想 我可能就是个东方人 这个思维简直是脱离不了 我就想他是不是应该先对这些上街游行的人 先给予肯定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可以你有像刚才我们那个何总说的是吧 你可以上街去表达你的不满 那讲表达你的抗议和平的方式都可以 你先把这些人先肯定一下 然后呢你再说其中有的人怎么打杂枪 这个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就是他但是给我听完了以后的感觉 他好像打进面太大了 以美国人的这个个性就人民族这个个性 我都觉得你对他打压太大了 是不是他反抗会越裂 然后最后你本来这是一个和平示威游行 当然最后有点有暴力的 但暴力肯定不是主流 那你最后都要动用军队呀 这个那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是更好了呢 还是更坏了呢 所以我就有点这种想一种感想 好谢谢大家 谢谢连平女士 谢谢连平女士 是啊 韩冰先生您请 马先生好 我就是想刚才就是那个尸检的问题 因为后面有人在提问说 这个是不是就是官方的法医黑箱操作之类的 是不是有一些不公 那么我虽然不是就是法医 也不是病理医生 但是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 自修过 也不是自修 就是选修过法医课 所以还有一点点印象 虽然二十多年没碰了 就是他 您需要就是了解到一个是 他这个尸检的话是这个 他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尸体 他是冰冻过的 然后在这个法医的话 他会根据一些解剖 一些病理的一些切片 然后来进行他们的判断 那么这些呢 其实就是说他产生的原因 并不是说是你可以直接 从他这个病理上能看出来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他造成的病理的这个后果 其实是一样的 包括这次就是他最新的这份报告 他那个说两个人在背后压住他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符合这个机械性窒息 就是机械性窒息呢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把勒死 把脖子卡住 但是呢就肺部就是胸部给他进行机械性的压迫 使他不能呼吸呢 这也是造成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机械性呼吸的 就是机械性窒息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他的这个病理上呢 你都会看到大脑当中 或者心脏里面 他有这种缺血缺氧的这个表现 但是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就要看各个法医的经验 以及他们对这个病理报告 就是说相互联系起来以后进行一个判断 所以呢就是中间他是有一定的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经验主义吧 就前一段我们在讲这个这个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那么这个呢确实是他并不能够完全100%的 根据我们所谓的理性的东西 或者是完全凭这个病理报告就能看得出来 他必须要通过法医根据自己的经验 来进行判断是怎样引起这样的病理结果 所以呢这个可能就造成了 就是判断这个上面的一些误差 所以呢这次的话 我并不认为就是说是 就是官方的这个法医有黑箱操作 但是我不可避免是你在进行经验判断的时候 他一定会受到你的主观倾向性的影响 这点是你无法避免的 所以呢就是我是建议 可能是不是还要需要找第三方的法医 就是说双方都认为是比较公正的 再对这个病理的切片 或者病理的尸检报告 再进行重新的评估来确定 就是说他引起这些病理变化的原因 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原因的话 不是说你没有一个 怎么说你实时的 或者说是非常及时的这种解剖的话 有些他的病理改变 因为你经过冰冻以后啊什么的 他会有一些的不同 那么各个不同的经验的法医呢 他会得到不同的这个判断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不是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不要妄下结论 还是说看他们司法部门 他们的下一步的怎么操作 是不是需要第三方的法医 再进行重新的检验 好谢谢 OK谢谢 但是我要查不一个这个头发消息啊 就是刚才川普总统呢 就是走去白宫啊 走到了附近的这个生将司的教堂 那么他用记者来拍照 因为他手里拿了一本圣经啊 这个时候表示去他强烈的 这个宗教的意味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呢 这个就是在白宫附近呢 现在集结的人群刚刚 我看到无人机拍摄的这个整个场景呢 其实人并不是很多 大概有几百人之多 有几百个人嘛 不是那么多 那么大概七点钟开始他们宵禁 七点钟开始宵禁 那么现在是快七点了嘛 还是已经七点了 对现在七点多钟了 那应该在宵禁的时候 我觉得人权就应该会散去 因为一般来讲 美国的民众都是比较的争所规则的 如果你真正确立了一个法律的话 警察执法的时候也是 绝对不会手软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纽约啊 根据我现在的了解呢 今天晚上部署的这个警察有四千名增加到八千名 另外呢有一万多名的这个国民兵 现在已经部署在纽约附近 所以马先生你小心一点 别上这个曼海顿去 不过根据我的了解呢 你受于这个不受于宵禁犯潮 你可以出去 因为那是纽约市 纽约市 刚才韩明医生讲的非常的专业 我们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很多的媒体啊 都有很多的报道 美国的每个媒体的性质不一样 那么另外一个的美国记者的素质也不一样 或者说的在这个时候大家的抢新闻 所以新闻报道在美国里面是 跟司法是完全隔离开来的 一个真正的专业历史人员会告诉你 不要跟记者讲话 因为跟记者讲话 有可能会产生呢 就是法律之外的 破坏法律规则的 影响陪审团 影响这个法律正常表达的这么一种机会 但是媒体没办法 媒体大家都要抢新闻 所以大家在各种媒体的报道都要小心一点 不管它是左翼的右翼的 还是小报 还是这个大报 都得小心一点 法庭的最近的决定 则是真实的 则是可信的 或者是可以尊重的 至少是 但是我相信 美国的法庭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因为这个案子不是一个一般的案子 所以这个大家都应该特别小心 才别小心 谢谢 谢谢何斌先生的点评 还有这个吕先生还要回应 吕先生您请回应 今天给我带上了 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中国确实有公开的言论不自由 这个确实是存在 但是呢 我这段时间 我改变了我对美国的看法 因为以前我对美国 我是非常的欣赏 我觉得美国很多东西都非常领先于中国 无论在制度上 还是在这个他的这个民主啊 很多 但是我现在我发现了 我要改变我的看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想到 一万万没想到 因为像韩国和美国 几乎在疫情同时开始大爆发 但是韩国却抑制住了 后来就没有后来的问题了 包括亚洲的 都没有出现这个像 这个不受控制的大爆发 所以我就想 我就清醒认识 我不能说美国就好 就一定 美国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 就是这一点 第二点呢 我想像中国 对香港问题了 确实是我觉得 我也非常喜欢用军队 胡椒水 我一看 没想到美国 而且一百个城市就发生了 所以我也是大跌我的眼睛 我也没想到 就包括像美国 每个老百姓都发了 两千多美金 而中国还是没有发钱的 但是中国竟然还是 一片形势大好 我也百事不得其解 所以说我感觉 这也什么叫百事不得其解的 如果你让中国的媒体开放 我告诉你 中国是所有的城市都会上街 你相信吗 这个我们先 因为事实没发生 我先不说 然后再说 还有我觉得就包括 像美国的 因为你没有自由 这是已经发生的 对 但因为我是这样 因为毕竟是这样的 因为我想的 假设这样比的话 我们就比不清楚 为什么呢 1776年 所以我就说 咱们不要拿中美国家 所以70年后的 70年的时候 美国发生战争 而且是那时候有龙奴 毕竟我觉得这个 没有这个假设比的话 因为就像一个王朝一样的 就像一个 一个像清朝 大清王朝 它前期是上升的 后期是 它是衰落的 这个确实是 有这个规律性 它确实是 有这个规律性 就任何 哪怕是任何一个 强盛的王朝 包括罗马帝国 它都有这种规律性 所以我也想 后来想想 这可能是从大帝死 这种规律性 我去找了答案 就像这个 以前我们都美国的话 美国 以前大家都美国 都是可以说眼睛 都是向往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 从美国回来之后 大家感觉美国 但是我知道了 美国实际上 很多东西比中国先进 特别在软件方面 但硬件方面 我觉得这个没有可比性 因为硬件确实 但是我们就不能说 把中国都全部否认 所以说我感觉 也不能说 全部肯定美国 美国好的就是好的 不好的就是不好的 因为我觉得还是客观 不对不对 李先生很抱歉 我们这样比较下去 真的是 OK OK 为什么呢 我不是比较 我想起初反思 就是我觉得 你反思就直接反思 美国的问题 你反思就直接反思 中国的问题 不要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我觉得美国 就是因为 美国没问题 对对对 因为美国有100个城市 有100个城市发生 这种动乱 肯定有它深度 还有一些 一些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相信 美国能够 能够快速的 把这事情给平息 这个我相信 我坚信 因为这个是我的 但是我想起的 但是美国 确实也出问题了 这个是真的 因为